李奇茂大叔是台湾政澳第一代代表行为家 将生活点在头发以外水白基卡 去外出开发的临心意境 受众家陈俊英教书 特别提供95件李奇茂大叔的作品 在合米兴学校基板 胡府生贸李奇茂大叔水白的地点 当初期间也提供的作品爱心基杯 基杯所地将专属关于合米兴学校 照顾新种核心 李奇茂大叔是台湾政澳第一代代表行为家 一种生活点在头发十八个水白基卡 去外出严心的意见 受众家陈俊英教书 特别提供95件大叔的作品 比合米兴学校基板胡府生贸李奇茂大叔水白提点 给大家一个掌声 我们是在92岁的时候 帮我写一个笔墨跨文传不坏的一个四十八尺的大对领 这个意义点他告诉我 小孩化作不是让你吹云恩贝的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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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你有责任 美国日本韩国甚至马来西亚 甚至在台湾 每个学校让他的东西做什么 做行动的书 电缆盆嘴家书下来 动物下来以及日本方下来三大资兆 但显李奇茂大叔 在某一个世纪 以为组记者生活点在的政策英伎 这样子作品的展览 展出之外 那我们的这一个俊英老师呢 他也会到场办理机场的这个导览 还有带领我们的学生来始作 那所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 除了让我们和美实验学校 身心障碍学生 或者是普通高中的学生呢 他可以参与这样的艺术体验之外 我们也希望号召和美地区的 各级的这个国中小的师长 带领的同学 可以来参观一堵大师的作品 陈俊宇老师也特别在提供 国内其他名家二十几件的作品 要来做意卖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所得全部都会捐给我们和美实验学校 的这个来加会我们的身心障碍学子 电浪按驚离开市到四月十五号 上班里的早起九点到八卜四点 在和美实验学校十岁阶龙展出 电浪的期间 也有提供技术品的爱心意买 我都收到 将转收官后和美实验学校 来关怀照顾卡厥小的新种合作 大乡新博恩亚红武和美彩虹博德 大乡新博恩亚红武和美国